猴子把戏 Monkey Magic 5度来台开唱 演唱会飘台位 日本摇鬼名团 猴子把戏 Monkey Magic 5度来台开唱 在 Legacy Taipei举办猴子把戏2018台北演唱会 Monkey Magic in Taipei 2018演唱会 现场吸引约800位愿迷朝圣 此次猴子把戏一行共15人来台 来台进行五天四夜的宣传兼开唱行程 深夜抵台后 大蛋台式热炒 品尝浇麻鸡 黑胡椒牛柳和俘乳空心菜等等搭配啤酒 展现乐团豪爽本色 此次演唱会曲目 根据台湾乐迷多年的建议跟反应 包括开场曲 Beautiful 天空的模样 魔法语言 和 彩虹鱼 等等 都是由猴子把戏与团队讨论过后 针对台湾所编排而成 可说是为台迷量身定制 最特别的是 在《安可曲目》中 猴子把戏献唱最新专辑主打歌 Tokyo Lights 该续音乐录影带有一位戴住口罩的女孩 舞动助肢体 然后配合背后路人的快速移动 拍摄地点遍及东京各大景点 营造东京给人变化快速的氛围 备受好评 该曲海外首唱则是献给台湾 展现最高诚意 另外对台湾熟门熟路的猴子把戏 也在此次演唱会的周边商品中 推出台湾限定版本徽章 由四位成员分别亲手画出了 对台湾印象最深刻的事物 其中 Mainette 臭豆腐 Blaze 台风 Taxi 笑容包 和Dick 珍珠奶茶 作为代表 受汇风趣又灰鞋的图像 让此组徽章在现场热销 值得一提的是 猴子把戏全新专辑 Enigma 影语演唱会现场进行首脉 在台正式发行 让现场乐迷在第一时间拥有猴子把戏 除了演唱会之外 猴子把戏还将于演唱会隔天8分之4日 在后台Backstage CAF举办猴子把戏 2018台北fan meeting 每张门票售价新台币2500元整 参加者 参加者除了可欣赏到猴子把戏的迷你演唱会 还可与团员近距离交流 单独与团员合照 并获得当天乌餐餐饮 以及Monkey Magic特制提依序 该活动门票同样可在活动现场购买入场票券 猴子把戏推出傀儡约两年的全新专辑Enigma 其专辑名称意味著神秘 谜 以猴子把戏的独特风格描绘出团员们脑中对日本的概念 猴子把戏完成了日本47都道府县的巡回演出 在巡回过程中看尽了日本各处后 才选择用此次专辑名称来代表他们眼中的日本 首录于此次作品中的歌曲多以Enigma为基底 四位团员们各自发挥音乐特性 让歌曲带有每个人不同的色彩却相符相承 完成了这一张另听众们耳目以新的作品 对此猴子把戏发表许多想法 加拿大兄弟当的哥哥Nainette笑说 我最推荐Sileco 这首歌给大家 它代表80年代New Wave风格 也是致敬我们最喜欢的松田圣子的歌曲 是一首很嗨歌曲很开心的歌 而兄弟当的弟弟Glaze则说 我推荐Vanon 他与至今为止的作品风格迥异 是由现代和古典两种乐风所完成的有趣歌曲 包你们满意 贝斯首Dick选 Tokyo Lights 原因是这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 也拍摄了一部有趣的音乐录影带 请大家务必欣赏并享受其乐趣 最后鼓手Tex选了作为日本动画 Syboard 009 Call of Justice 片头曲的A.I.AmHuman 原因是这首歌充满速度感 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的话非常欢乐的一首歌 因此最推荐这首歌 猴子把戏全新专辑Enigma台牙版推出CD、DVD版 共收录了11首歌曲 辅中文翻译歌词 特点DVD收录猴子把戏原点回归演唱会影像 记录了他们在47道府巡回演唱会时的点点滴滴 在推出新春集之际 猴子把戏也在台举行猴子把戏2018台北演唱会 配合此次的演出 新专辑Enigma也在2018年4月7日演唱会现场首脉 这张特色鲜明的专辑 所有粤迷绝对不能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